女人全身被浇满润滑油 涂抹均匀后一群人就将她塞进了一个狭窄深邃的洞口 尽管这伙人使出吃奶的力气 可博美还是被自己凹凸有致的身材卡得无法动弹 经过反复摩擦寡蹭 导致博美的胯部慢慢溢出了鲜血 她只能强忍剧痛配合着大家一点一点往下钻 只听嘎吱一声盆骨碎裂 才终于将自己的肥臀送了下去 可紧接着又被胸前的庞然大物死死卡住 好在这一部分没有骨头还比较软弱Q弹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终于顺利将博美推进了下水道 博美在肮脏的化粪池里来回游走 终于拿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 博美刚走进这家酒吧准备喝咖啡 就突然听到外边传来一声枪响 众人纷纷围在窗前查看 发现酒吧门口一个男人被一枪爆了头 而原本热闹的大街上一瞬间变得空无一人 这诡异的场面吓得大家都不敢出去 只有一个热心市民看到男人还没死 便冲过去准备抢救 下一秒 里面的人被吓得到处寻找掩体 躲在酒吧里不敢再随便移动 大家都开始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的认为是遭遇了恐怖分子袭击 有的认为美国和日本开战了 甚至有的人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临导致社会秩序乱逃 当他们缓过神来站起身后惊讶的发现 刚才还躺在地上的两具尸体一分钟不到就神秘消失 地上就连一丝血迹都没有了 而且酒吧门居然不知何时被人从外面锁住 他们就这样被封闭在里面无法寻求救援 这时博美突然想起一个人 之前一个胖胖的男人一边咳嗽一边走进了酒吧卫生间 一看就是得了什么传染病 奇怪的是那个人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正当博美疑惑时 卫生间就传来诡异的声响 当他们打开门就发现男人已经躺倒在地 大家都以为男人只是嗑药过量而已 紧接着门外传来汽车的声音 他们跑出来一看原来是军方赶来 众人大声向军方求救 可那群人根本没有要营救的意思 而是假装没看到他们 然后将一堆轮胎聚集在刚才尸体躺着的地上一把火点燃 随后电视上播报起了新闻 原来一种名叫X的神秘病毒突然来袭 已经有大批量人群被感染 这种病毒通过空气飞沫就能传播 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和身体机能会突然瘫痪 在几分钟内就会突然暴毙而亡 所以他们推测刚才那两个被打死的人 应该就是已知的感染者 所以军方才以最快的速度清理了尸体和血迹 并将感染者躺倒过的地面进行消毒焚烧 就在这时他们身后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回头一看就看到了惊悚的画面 男人因为感染了X病毒导致身体发生变异 他眼球浑浊不堪 突出到感觉就要崩出来 耳朵还一直往外溢着鲜血 他似乎已经没有了正常的意识 只见他刚举起手来准备攻击旁人 下一秒 果然正如新闻上所说 感染者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 大家终于明白军方为什么滥杀路人 又为什么把这间酒吧封锁了起来 就是因为胖子已经感染了病毒 却还是一边咳嗽一边走进了酒吧 把在场的各位全都变成了潜在传播者 想到这些众人纷纷感到绝望 似乎预料到了自己的下场 要么就是聚集在这里被军方集体销火 要么就是像胖子一样感染后等待死亡 更绝望的是所有人的手机都没有信号 这时泰迪和科基发现胖子掉落的手机 居然有一点点信号 于是两人开始抢了起来 都想先一步给自己家里人打通电话 然而老板娘告诉他们 最好不要碰胖子的手机 上面可能会有大量病毒存在 两人吓得赶紧停止争抢 而阿拉斯加却说感染在所难免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和胖子共处一室 说不定早就吸入了他的飞沫 而且X病毒传染力超强 你们觉得自己能逃得过吗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先躲起来 因为军方随时可能会来杀死他们 此时的大街上已经变得空空荡荡 能躲的都躲回了家 躲不过的都已经在短时间内消失的无影无踪 老板娘说他的酒吧下面暗藏着一个地下通道 可以躲在里面藏身 不过老板娘和两个有钱人却不愿意下去 他们觉得自己不可能感染 因为他们既没有接触胖子的手机 也没有吸入胖子的飞沫 而且他们有权有势可以买通军方 还举着枪命令其他几人赶紧下去 免得把他们也传染了 面对枪口威胁几人迫不得已 只好进入封闭的地窖躲了起来 还带着已经感染了的尸体 可没过多久就听到上方传来枪声和惨叫 看来那三个人还是没能幸免于军方的销毁 这时他们发现地窖里居然有一个下水道 目前看来只有下水道可以通向外界 这是他们唯一的求生渠道 只不过大家都嫌下水道又脏又臭 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 只有流浪汉不嫌脏自告奋勇决定前去试探 只见他一件一件退去自己的衣服 难怪他不嫌脏 他身上的酸臭味可比下水道上头多了 要想顺利进入狭窄的通道 就必须先给自己的身体润滑 紧接着他拎起一桶大豆油浇在了自己身上 流浪汉把自己全身涂满润滑油 在众人的帮助下将他塞进细小的下水洞口 下半身还算顺利 可却被他大腹翩翩的劈酒肚紧紧卡住了 这时上方又传来枪响 紧接着就是大火蔓延的声音 看来军方要彻底烧毁这里来消灭病毒 几个人为了避免被军方发现赶紧熄灭了灯光 黑暗的环境下他们看到了上面的火光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烟雾渗入到地角 他们吓得赶紧把卡在洞口的流浪汉拔了出来 免得影响空气流通 等上方没了动静太敌 这才小心翼翼的推开门查看 他顺手捡到一把手枪藏进裤裆用来防身 随后博美再次拿到胖子的手机 也顾不上有没有病毒啊 只希望能从中获取到最新消息 结果意外发现原来胖子早就获得了五份X病毒的特效疫苗 厕所里掉落的那只针管就是他用在自己身上的解药 只不过他用的太晚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么说他的身上应该还有四人剂量的解药 他们赶紧开始在胖子身上翻找 却被幸运的流浪汉抢先一步得到 他不管不顾的就先给自己来了一针 现在只剩三份 可除了流浪汉他们还有四个人 也就意味着总有一个人会得不到解药而慢慢死去 接下来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刻 几个男人扭打在一起开始自相残杀 一旁的大妈趁其不备准备偷偷给自己来一针 结果手一划将疫苗掉进了下水道 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荧幕 他们给博美身上涂满润滑油 准备让身材最瘦的博美钻下去寻找 博美虽然很不情愿 可想到如果自己下去就可以先拿到解药给自己打一针 便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即便全身被卡得鲜血淋漓 他还是忍痛命令大家再十点进 简直比生孩子还要痛苦 最后以勒断自己的棚骨为代价才终于滑了下去 在愤痴里一番摸索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正当大家想把它拉上来是博美却不愿意 因为他在这样肮脏的环境没有办法给自己注射 可上去之后又怕疫苗被他们抢光 众人眼看劝不动博美 便纷纷开始给自己也浇上一大桶大豆油往下钻 生死关头谁也顾不上疼痛 等几人都下来后 泰迪就用枪口指着科基的头 他觉得应该死的是科基 因为科基只是个小服务员 属于最没用的社会底层人士 简直就是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而一旁的大妈却极力阻止 他说你们都是年轻人 还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而自己只是个孤寡老人 他愿意舍去自己的性命 换年轻人好好活下去 说完后就引诞自尽 三个人深受感动 并为之前自相残杀的行为而懊悔 他们赶紧找了个地方准备打针 没想到流浪汉却突然窜了出来 原来流浪汉早就感染了病毒 虽然他打了针但却为时已晚 刚变异的流浪汉就像一头发了疯的野狼 对几人展开攻击 他先杀死了科基 然后对博美和泰迪穷追不舍 两人看到出口后奋力向上爬 结果博美脚下一划踩断了生锈的梯子 导致嘴里叼着的疫苗也随之掉落 流浪汉还在下面幸灾乐祸 此时他已经抓住了护着博美的泰迪 泰迪知道自己生存无望 便把最后仅剩的一支疫苗递给了博美 嘱咐他一定要好好活着 然后带着流浪汉一起坠入深井 博美还来不及悲痛 就赶紧给自己注射了疫苗 想不到博美最后竟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今后他的生命不再只属于他自己 他将带着舍己为人的老太和无私奉献的泰迪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拼命努力地生存下去